今天我們大家來到了成都大熊貓基地熊貓藝術館 展出的作品有繪畫、雕塑、攝影 很多藝術門內的作品 這座展展是海北天地、海北兩色 在美術方面它是最高級的顏色 大熊貓它就是海北兩色 海北駕駛 好感動 他來到了 是可惡的,它是很棒的 只能看到小竹竹的小竹竹 是超級刺的 我買了其他小竹竹的小竹竹 在大运会期间 格规的运动健儿 来到了成都大熊猫基地熊猫艺术馆 中国的太极图 类似像熊猫现在这个图形 这部作品 它的名字叫体操王子 特别灵动而且好动 熊猫体操王子 像不像 它撑开双倍 所以迎接参加这次三十一剑 世界大运人运动会的健儿民 我希望看到小兵猫 我非常感兴奋 我非常感兴奋 来在 Chengdu 生活这些经济 第一次来到小兵猫 这是第一次来到小兵猫 第一次来到小兵猫 第一次来到小兵猫 这里是很棒的 人们都非常感兴奋 大家都在笑 这个是很好的能力 今天运动健儿 看了咱们真实的熊猫 和这些艺术的熊猫 对大熊猫有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在万物之中 大熊猫 它是从华费万年走过来的 珍惜无种 通过了解熊猫 也了解了咱们这座城市 了解了中国 再结束เป наверно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